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选手 来自石川县 今年26岁的松平健泰大会 8种直接排名 19名 他最有名的主席的就是在 实际战的形态上面 打败过马铃 在第一年的赛会 第一场比赛 32强 4比1 击败了韩国选手张无极 第二场比赛 16强 4比1 打败了德国选手 李宗盛 这就是大规第3种子 这就是大规第3种子 世界世界排名12的 Timo Ball 这算是本阶赛会 大名丁丁的选手 掛头牌还是掛第二张牌的 36岁的德国老将 今年的欧洲选手 这个年轻时期展露了他的 打败天分 保持到现在 始终是最有竞争力的欧洲球员 金云洋从韩国 后期韩国 康明星 康明星 对 在上一个 连续击败三个 这个中国对手的 对 然后获得冠军的就是波尔 就是Timo Ball 对 就是在那次的男子世界杯 连过三关 马林 王浩 以及王立晴 连过三大高手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在说这个 在比赛当中 你要过一关 很难 两关 基本上已经是 可能有稍好下了 三关是不可思议的 连过三个中国选择 是非常困难的 对 尤其是他们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世界排名拼冠军的实力 所以连过三大高手 其实在 以几率上来的时候 就非常困难的 对 但是上个礼拜 这个拼冠军也做到了 那再更早 其实波尔也做到 所以并不是不可能 对 跟大家预告一下 拼冠军的这一场 宇丹的八强 也会在下午的一节 一点 为大家送上线上直播 那Timo Bo 波尔 他在本届赛会的第一场比赛 32强4比0 打败了韩国选手江东秀 第二场球 16强也是4比0 打败了来自新加坡 也是中国啦 是高宁 没错 波尔在前两年 一直是受到这个伤势 所影响 所以整体的 这个经济状态 并不如以往 之前也有开刀的 这个经历 那休息了一阵子之后 重新的在今年的这个赛季 从去年其实就付出了 那慢慢的 整个经济动态越打越回来 所以在这一战 看到他杀进了这个八强 所以 以预期今天这场比赛 也会是相当精彩的一场球 两位选手过去有交手过两回 2008年的波兰公开赛 还有2009年的英国公开赛 我还说好久以前的事情 对 不过那时候是波尔正在最好的时候 巅峰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松平也年纪还没那么成熟 非常小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 那个数据其实有点 可能不太接近现在的实力 所以现在 今天的这场比赛 因为松平其实 也整个在打球的经验上面 有渐渐的比较丰富了 那波尔其实年纪也大了 所以这一来一回当中 其实拉近了他们两个的 这个距离 实力上的差距 所以我想这个比较 局数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 都是4比0 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波尔今天穿着蓝色球衣 容易见他还穿着 黑球衣 那前一场比赛呢 现在日本选手吉村真琴已经打败了 德国选手 Ricardo Waffer 没错 率先闯进4强 那你看松平健太 会打下赛事目前的头牌 因为本届韩国公外赛的头牌阵容 已经在前天 已经被淘汰了 没错 那像台湾的选手 像江洪杰 也是早早就遭到淘汰 那陈建安跟庄志源 是在昨天的16强里面 分别输给了布雷塔斯 还有输给了林中勋 所以她们没有打进8强 那女子组的部分呢 是现在剩下陈思雨 陈思雨不仅打进8强 还打进了准决赛 她在今天晚上6点钟 要对上新加坡拳手 冯天威 是在女子赛事4强的部分 另外的两场 女单的8强呢 就是待会儿要上场 然后登场的曾坚跟平衍梅 下午1点钟的比赛 另外一场 在下午2点半左右登场 会是早田希娜对上 石川家船 日本内战 进行整个日本的战力 其实平均级一直不断地在拉高 这也有鉴于他们 整个在家庭年龄群的政策 在12、3岁 其实就开始往外丢 往外送 参加青少年公开赛也好 那么国际公开赛也好 这个目前看到是 收到蛮不错的效果 尤其是平野梅宇跟这个 伊特美城 这两位天才少女 也是透过这个系统 或者是日本近几年 这个整个政策 所造就出来的 成就出来的这两个成绩 所以不得不反思 在不管我国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也会陆续跟进 让这个年轻球员 早一点来接触这种 成人等级的这个比赛 让他们早一点 进入这种大赛的这个状态洗礼 对 这两个人是12、3岁就出国比赛 没有错哦 好 这场比赛开始了 第一局 第一局 哇 这个球 有个调动哦 波尔是个 这个左手的球员哦 那么所以在整个线路上面 比较容易可以打动 打开对手的这个线路 2 1 哇 这比分板没有在动 现在是2比1 对 Himobo领先 对 刚刚发球直接得分 好球 这是球快速的反拉 这就回到了网上2比2 对 波尔这个 波尔这位球员打球的特色是两面的正反手都相当的均衡 3 2 击球的也是旋转大于速度哦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咬球上面是咬得很紧哦 所以不太容易丢球哦 这也是他打球的一个蛮大的特色 这种重视旋转的选手哦 他们的球派会用的跟不太一样 呃 会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 球派的部分哦 会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材质 会以木头居多啊 碳纤维的程度会少一点点 因为比较好咬球 那有时候速度型选手会选择在碳纤维的部分会比较多 就球派比较轻嘛 对 那各个厂商其实都会去开发啦 所以其实每一个 呃 每一个 呃 每一个怎么讲 属性的球派 其实每一家厂商都有 就看自己打得顺手的程度啦 对 那像波尔他们还是会选择以这个木头 那居多 那碳纤维也是文斧的这个 这种材质组的位置 哇 阿球真的好旋 非常上旋哦 你看看他 整个重心在拉的时候是蹲得相当低哦 嗯 那不安此道的选手 对到他 球派一碰就上天了 对 好球 来到了宽主胎 快 闪电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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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好球 这球拨得 把握得不错哦 嗯 可以看到他这个球节奏就保持好 一个球慢慢扣哦 不急 对 也毕竟他的身材上或者是力量上都已经占据优势的时候 其实就不需要他自己造的出手哦 是 Timobo有181公分 松平肩胎169公分 握手 好球 7 4 这逆射拳哦 让松平不是那么好接哦 7比4 3分领先 哦哦哦 这个球打到下面了 5 7 嗯 这 这个球是达到球台的下缘哦 嗯 这不算有效的得分哦 对 這個球也是波爾的相當中的招牌 側著身拉 這個球鬆平 沒辦法把自己的 鬆平自己打球的特色是在反手 速度上可以出得來 但我們可以看到波爾在站位上 其實退半步把球的節奏放慢 讓鬆平沒有辦法在速度上追趕上來 或是把速度提上來 這對波爾沒辦法造成相當的壓制 比分上面波爾保持一定領先 是這個原因 又是發球得分 4 上哪有機會 今天節發球鬆平接的不是特別好 3分之間 波爾再發 這球 7 可惜了 銜接沒有銜接好 5分之間 好球 7分之間 波爾今天這個節發球也是打得相當的兇 嗯 嗯 我刻意的在節發球的節奏上面加得比較快 主動性做得比較夠 7分之間 哇可樂西 我就正所犯大 8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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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之間 8分之間 8分之間 1分之間 8分之間 レイン 12分N 60分 氧 10分之間 8分 pentru 5分之間 12分 också пом có 6分 200 5分 19 在第二場比賽呢 打到第二局啦 曾經在世界週九巡迴賽拿下過十八戰的分戰冠軍 還拿過一次總決賽的冠軍 Timongho 現在在八強賽的韓國公開賽 第二場比賽呢 打到第二局啦 第一局三分之差 擊敗了松平健泰 好的開始 第二局三分之差 擊敗了 第二局來看這個松平在接發球上面 是不是能夠接得比較順手一些 或者是接得比較好 可以帶給波爾比較大的威脅 哇 好球 松平已經在前台快帶的節奏很快了 沒想到波爾推班部還有辦法再反拉回來 這跟身材和打法有很大的關係 好球投襲了一個直線長球 這也是左手…左右手選手對戰的比賽當中 比較容易出現的 這個發直線長球的策略 哇 又來了 不好意思 雪上加雙 松平健泰 3比0 聽我波波領先 側切 3 1 我今天球運不錯喔波爾 嗯 實力加上運氣 嗯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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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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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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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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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有一定的限制喔 摧毀兩分 4比6 哇 好球 這球反拉得過猛喔 波爾這個球 第一一下他處理得好 你看這個 對啊 拉得夠低喔 又宣傳夠強喔 車感覺已經掉到就是底下去了 還要不要勾上來 好球 波爾連續兩個拿回來 對 4分領先 波爾再發 哇這球沒辦法握住 可以 快 這球不是太難處理的球喔 其實 但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發球這一段 專注度其實 被剛剛的那個警告有點影響到 連丟三個球了 在發球這一輪 對 拿分數的時候是別人發球 對 喔好球 5 9 好 總算 在丟了三分自己的發球分之後 這一分收下來 這個球可惜 9 9 這個弱點 波爾的反手的弱點 都是給了松平堅的反手 反手 不斷地盯著他這個點打 6、9 右比9 重發 有了 有球 基本上擺到了 有了 GAME POINT 哇這球又有什麼把握住 7 7 這個擊球節奏有點跑掉 在發球這一輪 感覺上 很明顯喔 比較簡單的 白關 好球 追兩分回來喔 10 松平8比10 要拉著 不斷地 拉著波爾的反手 對 畢竟現在波爾年紀也有了 在側身的這個速度上面 一定是下滑的 所以 松平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不斷地就是擠壓 去壓破波爾的反手位的這個弱點 哇 但是自己湊著他輸了 大飛了 嗯 所以這第一局跟第二局的分數 是一模一樣 11比8 TIMOBO 再下一場 2比0領先 歡迎回來 2017年 世界 桌球錦標賽 世界桌球巡迴賽的韓國戰 進入到倒數 第二天 單單8強階段的第二場比賽 TIMOBO 對上松平健太 取得2比0的局數超前 那昨天呢 大會的第15種子 也是另外一位德國選手 FIDOS 就是遭到了 松平健太所淘汰 沒有辦法晉級到8強 現在老大哥來幫你報仇啊 是2比0領先了 哇 好球 換了下滑發球 這是松平的特色喔 不過 波爾經驗不錯 這經驗好 不怕 對 不管你怎麼刷 對 沒錯 金迪安娜瓦斯 不管你怎麼刷 對 槍打出來 馬上就破 馬上就變回來了 你看 這種 對於經驗比較好的 其實擾亂作用不大 偶爾讓你騙到一兩個 但是 並不是長久之計啊 3 6 3比0 想要再正手側切 這球 代表是說 他對波爾這個拉球 沒有什麼有效的回擊方法 只能側切回來 對 對 非常辛苦 拿下這一局的第一分 松平劍台 哇 又是被拉住了 沒有問題喔 波爾對於這種高球的把握度喔 其實是 呃 蠻仔細的喔 也很氣定神仙 對 他也知道這個松平 在後台的殺傷力不大 所以就 保持這個拉球的節奏就可以了 並不需要特別打一些很冒險的球 對 又是這個發球直接得分 1 松平今天在這個球被吃很多 尤其是想要過來用擰球的這個節奏的時候 有來這個 接的方法的時候 失誤力就高起來了 1 7 哇 真的 差滿多的 對 沒有什麼太有效的 三板直接就被搞定了 沒有什麼太有效的解決辦法 哇 又是自己 1 8 不太狀態喔 嗯 聰平 來到這場比賽最大的比分差距7分 準備這一局要放棄了喔 對 沒得打了 對 因為 距離越差越多了 哦 差邊 這個時候還 還來啊 再補一個差邊啊 太過分了吧 不只 實力比人家好球運今天還比人家好 對啊 一局 二局 三局 最討厭就是這樣 三場都有 最討厭就是這樣 哦 10 這就一個遊戲點回來 2比10 差一點點 3 10 4 4 再救一個回來喔 今年在德國打試錦賽 那 每年試錦賽的時間都差不多是這個時候 差不多 都四月到五月之間 大概都是五月左右啦 嗯 那偶爾是遇到了這個 奧運 對 才有可能 做一些 時間上的挑戰 是 11比4 在第三局 7分之差 收下勝利 目前在這場八獎賽 取得3比0的局數優勢 聽牌囉 歡迎回來 球評 黃偉晉 跟黃英傑 跟大家一起關心 世界桌球群迴賽韓國戰 韓國公開賽 Temo Bo 前兩場比賽都是4比0 分別打敗了韓國選手 江東秀 跟新加坡選手 高寧 現在有機會 在八獎賽的一院 再度以4比0 來踢對手大光頭 哇 這 目前會是一局未失 對 哇 這個今天 這個 松平的接發球 這個環節有相當大的問題 尤其對了 波爾這個逆策拳的發球 並沒有辦法有效的 來做一個回擊 接發球 其實這個 不一定要擰 擺著 從這個下旋開始打 也沒有關係 換個方式拿下第一分 哇 好球 好球好球 這次進攻要加的多一點 尤其是速度一定要 先在 起板的這部分 先有效壓制住波爾的回擊 不然如果還是一樣打這個慢節奏 打旋轉 那 松平是沒有什麼優勢的 對 慢打 加節奏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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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球 最後這處理球的環節上 波爾還是刻意的 在旋轉上面又加多了 快中有炫 對 他這個真的是他主要的特色 這個球戴得好 波 出 角度戴得快 嗯 四比二 好球 好球 哇 好球 好球 像是老的啦 攻不破 好球 兩個這個波爾防守的站位 相當的到位 嗯 好球 眼睛不斷的盯住對手要拉得落著 哇 這個球可惜 嗯 快 自己接發球有正手進攻的機會 然後兩分 波爾發球 好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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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球 這個鬆平 其實剛剛就是用台內回擺 來破解波爾這個逆測拳的發球 哇 好球 嗯 可惜 可惜 精采 這球有點帶了側下旋 哇 連續被拉住了 在第四局 松明健泰醒了過來 8比3局的5分領先 沒錯 這一局 整個進攻的節奏 加快了滿多的 破 然後翻手為攻 打飛了 4分差 4分差 日本選手已經有一位 一名參加一場的資格了 拿下了一張門票 再追一分回來 再追一分回來 排攻喔 排攻喔 好像還太早 接下來還有兩場的南丹八強 在下午 在下午 來自瑞典的卡爾森 要對上德國的 法蘭西斯卡 另外來自 葡萄牙的 葡萄牙 聽牙的情況下 聽牙的情況下 被連拿兩局 滿可惜的 那在今天下午要登場的 兩場女丹 是由來自新加坡的 增監 對上日本的 平野梅玉 另外一場的 日本內戰 高田希娜要對上 石川家純 6 好 暫定回來 2分差 來看一下 波爾這球怎麼處理 好球 你看他在反鎖的 這個環節上 又刻意放慢 讓這個 鬆平 去加速 但一加速 往往失誤率就高 對 這就是波爾想要達到的效果 我放慢 然後讓你去 去加 加到你自己失誤 剛剛 有一個機會 差一點點 波爾這球 處理的 剛剛中間的環節 其實滿可惜的 沒有辦法先拉 他碰了回去 這球有點危險 還是幸運之神眷顧他 現在追成8比8平了 反正那種 追了 哇 好球 很標準的波爾打球的這個 打法喔 尤其是正手 年輕有盡 聰明健泰 取得一番領先 看起來是球破掉 重新的 哈哈 就被打破了 欸 9 哇 又是直線的長球 這個球 偷襲不錯 好痛 嗯 好痛 在第四局的第三度平手 會有 這球…直接發球 漂亮… 對,先破…波爾第一局 在這裡 出籠中發 哇…會放過空 10比10 不過今天…波爾球運真的是不夠好 有的是關鍵都是插網 這個…插邊的喔 不是插網,就是插邊 真的 10比10 DEUCE 直接發球得分 哇,看來這個魔咒還是可以繼續保持喔 一局未失喔 對 這代表波爾整個…這次的賽會狀態不錯喔 對 你看剛剛這個落後的情況還能拿回來 對,4比8落後 哇,差一點點 出去了,11比11 好球 還是很有韌性啊 中米劍台 再偷一個 還是夠…夠轉喔 這球…旋轉相當的強喔 所以讓… 呃… 松平在反拉 真的是沒有辦法拉的 線路沒有辦法壓下來喔 沒錯 你看… 整個身體的重心 整個被球給轉飛了喔 好球 好球 2…3… 這是老招 繼續叫松平健在揮棒落空 沒錯 旋轉你看整個 整個擊球都帶著很強烈的旋轉 第三個賽末點 松平發球 哇好球 沒有問題 最後的比數呢 變是14比12 真的在本屆賽會維持完美啊 這場完美的清白之聲 4比0 打敗了松平健泰 結束的三場比賽 替對手光頭 晉級到了本屆賽會的 南丹四強 那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在南丹的兩場花獎賽前 有稍待片刻在11-11 為大家送上的是女丹八強賽 第一場比賽在下午的一點鐘 相由新加坡的增肩 跟平野梅雨 直接來個年輕的對戰 增肩20歲 平野梅雨17歲而已 那這場比賽呢 也會繼續由傳染球評 黃偉敬和我黃毅傑 為大家送上現場直播的服務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早上回到韓國戰 ITTF世界桌球 請回在 韓國戰 呼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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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